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姜末10克 盐5克 腌制后的靴里红末30克 凉水500克 辣椒油30克 主要制作过程分为熬姜 出水 呛锅 熬锅 装盘5个步骤 把底油倒入锅中 准备呛锅 油热后把羊尾巴油倒入锅中 开边 直到边熟为止 把葱和姜也陆续放入 最后把羊肉馅也放进去 等煸熟后 再把黄酱放进去 煸20分钟出了香味时 把麻豆腐放进去 用勺子打碎 开始熬锅 如果太稠 要适当地加一些水进去 用微火熬40分钟后 再把煮熟的黄豆放入 搅匀 最后把羊里红末也倒进去 一起搅匀 就可以出锅 盛盘了 盛入盘中后 用勺子在其顶部顺压成坑 把辣椒油倒在坑里 这样一道冷热均可吃 年糯喷香的小吃就做成了 由于它炒的时间较长 所以北京人留下炒麻豆腐大孤独的口头鱼